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老兵昨天就说了 这一刻总算到来了 昨天在没有任何的前提下 老兵就已经提前宣布了胜利 就像NBA当年有个球形叫阿里纳斯一样 他站在顶湖投个三分球 而马上转身做出庆祝的手势 球还在空中飞 突然之间转身去庆祝了 去win了 那个球就落袋了 而老兵就是阿里纳斯的那一刻的复制 我今天就说 我说今天我们会发表一个胜利宣言 这个胜利宣言将由习近平主席阁下亲自来发表 什么事 金砖国家 这一段时间 不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敌对势力的喉舌们 他们如何的黑嘴黑论 说金砖集团是个角楼造作的 金砖集团没有实质性的 我说过过去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 大家呢 没有很迫切的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说这一次南非的约翰 这个南非的这个会议 已经很明确的表达了说 会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中国不出手 一出手就是打手笔 这一次 我们邀请了六个国家加入了金砖大家庭 哪六个国家 代表北非 阿拉伯势力的埃及 埃及也是阿蒙的永久所在地 它的首都开落 埃塞俄比亚 它代表了非洲之脚 以及这个中部非洲这一块 它很有实力 沙特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的老大 逊尼派的老大 阿联酋也加入了 阿联酋是中东的香港 伊斯兰世界的香港 那还有一个就是伊朗 什叶派穆斯林的老大 也是中俄的盟友 最后一个是阿根廷 阿根廷跟巴西双管齐下 在整个南美洲 在整个美洲世界 去攻克美国的门罗主义 他们彻底要摆脱美国的一切 这六个国家 正式和巴西 印度 中国 南非 俄罗斯一道 组建十一国 共同联盟 发展中国家的大联盟 去抗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所谓的G7 不是这个世界 不是G7 在那边开个会 能决定世界的很多事情 你去决定 你们发达国家的 比事情吧 我们 有我们的道路 所以说 这就是两级大头耳光 响亮亮的 打在了美国总统 拜登的脸上 你们天天去唱 唱衰我们 啊 说这个组织 这没用 那没用了 怎么怎么样了 啊 天天说一句 笔话 现在被打脸了吧 美国再次 那个脸 肿得跟个猪头三一样的 把他头割下来 放在 啊 这个共台上啊 去去去这个 当季品去 啊 所以你看 他们天天的吹牛逼 所以我说 美国现在 他组织如此多的黑论 黑嘴 恰恰是 他无能的一种表现 再一次 美利坚 被我们狠狠的鞭打了 没他的什么事 我说我G7 搞那个团建会 还转过头来 嘿 嘿 这样拍的那种照片 才是真正的脚楼造作 大家说是不是 搞得像那个团建会一样的 在装逼 像那个同学聚会一样的 他那天 嘿 嘿 还跟你这样的 还跟你 嘿 还跟你这样的 真他妈脚楼造作 人他妈逼 达成什么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达成不了 啊 还以为 还什么 复国俱乐部 你扯什么蛋呢 啊 所以我说过 现在啊 那很多人要问 那金专国家到底干嘛的 啊 金专国家 就是金专的国家 他有两大机制 一个叫金专国家银行 对标的是世界银行 还有一个就是金专的啊 紧急援助机制 这个对标的是这个INF 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也就是说 要去平替掉他们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过去呢 只有世界银行和INF 那你西方 那西方以美元 美元以世界银行 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去超发 收割全世界的财富 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 附加政治条件 和政治正确的理念 那这是一种世界主义 是他们要构建美丽新世界 新世界秩序的 一个必要的一种霸权手段 一种语言 一个政党 一种制度 一个银行 啊 一种货币 那这就是他们要去构建的 那美元 它像废纸一样的 去收割很多国家的财富 现在就是要杜绝它 就是要美联储这种加息 就现在很多人 对美联储加息有所紧张 等到了以后 等我们这个机制啊 自己的货币等等啊 一套很成熟的体系 建立起来以后 你美联储你去加息吧 跟我们没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要建立 就世界的两种格局 你们那个就是 俄乌战争的那些 就是跟俄罗斯敌对的那些国家 大概有四十个左右吧 国家跟地区 你们他妈去搞一帮去 我们不跟你玩 我们放两种国家 在一起玩 可以吧 这就是金川的 它的重要的一个作用 美国天天在这边 弄一帮啊 臭婊子 什么华尔街日报 什么这个BBC 什么这个纽约时报 在那里啊 像一群他妈的啊 对吧 没人 无人问津的臭婊子一样 啊 在站在他妈桥头啊 无助的张望啊 在那边发表那种言论 真的让人想想想吐 所以说我说过 对这六个国家加入 将是一季强行计 但是这里面 没有让印尼加入啊 我估计 中国也有这个算盘 不能让东盟啊 过于做大了 就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东盟应该也派一个国家过来 因为印尼是最合适 因为之前也盛传是印尼要加入啊 但是我现在感觉到 就是北京是这个意思 就是北京呢 就是说囊括东亚和这个东南亚这一边 就北京 南亚呢 像印度一样延伸的 就是印度 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呢 他们代表的是各自不同的这个领域 对吧 俄罗斯代表的是这个整个东欧 中亚地区 对吧 那伊朗代表的是这个啊 这个什叶派穆斯林地区 啊 沙特跟阿联酋 又代表的是这个啊 海湾阿拉伯国家和整个伊斯兰世界 埃及呢 代表了北非 埃塞俄比较代表非洲之角 南非呢 就代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啊 那么阿根廷跟巴西就代表了这个南美洲嘛 对吧 所以说 这就亚非拉的一个什么政治大联盟啊 就就就真正真正真正意义上 就是就是这样子联合起来了 那么为什么不让印尼离近 因为如果印尼进来呢 就增加了东盟的这个话语权跟比重了 这样的话 在不利于我们南海这边 或者说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 跟美国去博弈啊 所以要要压 要压制一下他们啊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博弈就是很有意思啊 那么这次呢 我们来看啊 习近平呢 就是成为了这个啊 真正的这个阁下 就是是金砖国家里面的主席了 习近平 扩原是金砖合作的星期天 将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活力 会宣布邀请沙特 埃及阿联酋 阿根廷 伊朗 埃塞俄比亚 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对世界和平和发展坚负重要责任 在本次会晤中 我们为了当今国籍形势 金砖国家合作等问题的 进行深入交流 达成广泛共识 发表了峰会宣言 取得封硕成果 金平指出 五国领导人一致同意 邀请沙特 埃及 阿联酋 阿根廷 伊朗 埃塞俄比亚 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 中方对这些国家表示祝贺 对主席国南非和拉马福萨总统 所做努力 表示高度赞赏 金平强调 这次扩原是历史性的 体现金砖国家 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符合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它的扩原也是金砖合作的新起点 将给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活力 进一步让世界大家庭和平发展的力量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金砖合作大有可为 金砖国家未来可期 让我们共同努力 谱写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国家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主持 拜总统卢拉 印度总理莫迪 和俄罗总统普京 线上出席 会议通过并发表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5次会晤 约翰内斯堡宣言 蔡奇 王毅等参加会议 那么 这个习总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上面 这个绝对是聚焦的这个重点 因此啊 引来了这个印度总理莫迪的不爽 那么这个不爽呢 我就说过 我说阿三的这个格局 就是他妈的小 啊 怎么叫不爽 莫迪还拒绝下飞机啊 我们来看一下 呃 第一个 金砖幕后啊 当然这些呢 都是这个西方这些媒体啊 实际上我觉得特别扯淡啊 就关注这些事 因为习近平莫迪发脾气 拒绝下飞机 金砖国家峰回8月22日登场 南非将所有注意力 集中在中国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来呃 这个升上时 莫迪却发脾气 拒绝下飞机 金砖国家峰会8月22日登场 南非 啊 这个 集中 应对习近平的到来 这似乎激怒印度总理莫迪 外面报道 这场艰难的三角链 当南非总统 拉马弗萨 把注意力集中在习近平身上时 莫迪却发脾气 并拒绝下飞机 官员们表示 莫迪拒绝在 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下飞机 因为南非政府指派了一名内阁部长 正式欢迎他 下面之下 周一晚上 马萨 拉马弗萨 现在在提提址上迎接习近平 最终拉马弗萨派副总统保罗 马尔蒂沙 从正在为习近平举行的联合大厦中 赶往沃特鲁 沃特克鲁夫 机场迎接莫迪 媒体对习近平主导峰会风采 首先 他在金砖国家峰会 开始前 早上获得了简短的国事访问 这是他第四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分别在13年和18年两次军专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以及18年访问南非与 拉马弗萨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团时 他都受到了南非国事访问规格的礼遇 也就是说莫迪 拉马弗萨总统 派了一个部长 莫迪的意思 叫个小巴拉兹小三子过来 来迎接我 登陆 我们越传三号 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登陆月球的南极 你们妈个巴斯 派个小三子过来 来迎接我 我们已经把中国甩在身后了 我们现在是八面玲珑 吃香的不得了 各方势力都要来拉拢我们 我的卡位没有习近平高吗 你拉马弗萨 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妈那个巴斯 你把我莫迪放哪了 大家都知道 莫迪这个人很要强 这个人 大家要知道 我说过莫迪他有一个外号叫铁钳 你知道为啥叫他叫铁钳 我一直跟各位讲过 我说现实生活中 有两种人是最令人讨厌的 而莫迪就是这两种人的集大成者 第一种人是什么人 朋友相互之间介绍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这个人 他可能过去听说过你 那朋友之间介绍呢 去握手 握手的时候 但握手就大家就搭一下 这样啊 怀两下 几秒钟 也就松手了 但是有一种人 他就喜欢什么 握着你的手 这样暗中里 暗地里 这样 这样给你这样使力气 这样捏你 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向你传达他的强硬 和他的这个气场 他要 他觉得他 让你 怕他 或者说 让你觉得 给你一个下马威 就这种 我很讨厌 我连生当中碰到过两次 碰到过两次呢 我直接就 不在那个地方 因为老病也很有个性的 你跟我这样搞 那我就 基本上我就 拜拜 就有事 就跟你再见 或者说 我还有事情 我就是直接就当面 我就会说 我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或者就是 两次都是这样子 我不会给这样的人面子的 因为你这种人 给我感觉 你他妈特别作作 特别恶心 你那握个手 都是这个样子 你说能谈成什么事情 能够搞成什么事情 对不对 这是一种 很让人讨厌的人那种心 而莫迪 他就喜欢这样子 铁钱两个手上去 还两个手上去握别人 所以我每次观察 莫迪跟习近平的握手 习近平老是面露 有点面露不悦 然后总是迅速的甩掉 就是这个原因 很多人跟莫迪握手 都这样 而且还第二种人是哪种人 就是那种怼王 你说啥 他都要 都要否定你 不对 不是 这个不正确 你说的不精准 反正最多就是 口头谈就是 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去 你如果有这种行为习惯 你要去更改它 为什么 这种行为习惯 它会让你无形当中 去已经碰 碰腾别人了 就碰撞别人 冲撞别人了 有的时候 有些人 他就要想要搞你了 你懂吗 所以这种习惯 我们要多做聆听者 而少去说话 知道吧 给我们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 让你去多 多去聆听的 所以说 不要动作跟人家讲话 就是 人家话还没说完 打断别人 不要 你这个不对 你那个没什么了不起 你看莫迪跟习近平 那个肢体语言 坐在习近平边上 大家都看到一个照片 讲话都是这样子指的习近平 就要这样指的 他就是这种人 很老人讨厌 但是印度人 大部分人都是这个调样 老是皱着个眉头 手不跟你讲 一指一指一指 他们对中国人 尤其是这个B 所以我觉得跟印度人 有什么好去合作的 这个B国家 你就有这大的钱 都别跟他做 到时候你就被他坑死 他滚到肉 做到包 所以你看 你看莫迪 你看然后呢 硬要在会议现场 搞一个什么 粤传三号软着陆 南极了 举国欢腾了 连发两条推特 牛逼的不得了 我们胜利了 winner is in there 我们胜利了 中国被我们甩在 屁股后面了 我们总算战胜他们了 我们赶美超额了 中国散老几棍 另外一个事呢 也是西梅这个 观众的一个B事 峰会一幕 习近平翻译被保安扭住 强行拦在门外 2023年 金专国家领导人峰会 近期在南非举行 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8月22日抵达 约翰尼斯堡 进行国日访问 单一完 确实23日的 金专国家工商论坛 而当天晚间参加了 纳马福萨举行的晚页 引发各方猜测 与此同时 网络疯传一段 以此习近平在南非 参加金专会议期间的视频 视频显示习近平的随行翻译 因没有紧跟其后 而被保安拦截在大门外 那么这个事呢 大家要知道 这有这种事 就是BBC喜欢盯的这种事 这就是他们啊 无能的一种表现 那第一个 这个呢 他现在可能有安排 可能是领导内 他一个人进来 一个人进行这个 欢迎仪式干嘛的 那翻译呢 匆匆忙忙的 这样跑过来 没跟上 因为大家知道 习总的车子 他在这 前面后面的 就是翻译也好 工作量也好 他都是离得很远的 那习总下来以后 你要蹦蹦蹦蹦蹦 要跑过来 这小子可能跑了慢了一点 那匆忙的跟上来 那对吧 人家保安又不知道 你跟习近平是什么关系 那肯定要拦一下 对吧 就问一下 你到底是谁 或怎么样 仅此而已了 就一个小事 一个小插曲 对吧 可能是他礼品上 没做到位 或者说 这里面有些环境上的一些 插尺或怎么样 这个种事情 就BBC喜欢盯的 这个事情上面讲 什么习近平的保安们 被拦 习近平的什么 翻译们被拦住了 让习近平的 愣在半路上 意思好像 打狗给主人看 就这种感觉 你瞧瞧 你瞧瞧 英国国际广播电台 天天观众的点 都是些什么点 真他妈像 英勾洞里的 他妈的这些蛆虫 跟这些 对吧 这些他妈下水道里面 这些老鼠一样的 他就是他妈喜欢 带这个阴间滤镜 来他妈看中国的 一切事物 像一只蝙蝠一样的 倒过来 一切事物 他妈必须都要倒过来看 我先说 我说帅婆是只母蝙蝠 把一些事物都倒过来看 我说这英国也是一个笔 自己呢 外交大臣要来求北京了 要来缓和关系了 天天在这里 通过这些言语 去嘲弄中国 说竞争怎么怎么样 现在不是给你达成峰会的 这个成果了吗 你他妈的屁 就等着 就好好收拾你们吧 一个个都老逼得不得了 对吧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里实干 而且我们用的是邀请 不是像美国用的什么批准 批准谁加入 批准谁加入 屌的要死 去你妈的